這是土蜂蜜 然後這是我們的洋蜂蜜 就是義大利蜜蜂 基隆土蜂蜜手工醬油 鳳梨豆腐乳 滿滿在地農產品 不少人專為這手工產品 慕名而來 量不會很多對不對 紅蛋蜜對 紅蛋蜜量都沒有 沒有很多嘛對不對 也不一定沒 都可以採得到 對 所以紅蛋蜜在基隆算是 蠻稀有的 再往旁邊走 手工餅乾 甜甜圈 特製的調酒 只要來到甲板派對活動 通通可以品嘗得到 基隆之前其實 比較沒有那麼多文創 那我覺得這一次 他把文創市集讓進來 而且還有在地的那個創 青創團隊 我覺得對於基隆 在地的年輕人是非常好的 基隆港旅運中心 空中花園舉辦市集派對活動 吸引路過民眾 停下腳步 仔細地逛攤位 就是可以看到很多文創 然後你又有一些 可以了解在地的文化的東西 跟一些物品 然後你就覺得 今天非常的充實 然後又逛這些地方外 還可以看到基隆的海景 你就會覺得 哇 視野很遼闊 心境也真的不一樣 心情很美麗 市集場地 坐擁180度的無敵海景 讓不少民眾感到很悠閒 基隆市政府產發出 結合了在地青創青年 組成了22個市集攤位 有精緻甜點 美食 飲品 當然還有精緻工藝 現在3月在開放 那其實有很多的遊客 都會陸陸續續來我們基隆 那今天透過這個 我們這個新的這個 航運大樓 然後的頂樓 然後我們也邀請了 大概12間的這個 輕創的好朋友們 然後把他們的產品 那其實包含用的 包含吃的 然後包含帶的 都有很多的這個高雄 在地的青創的年輕人 都在現場 不是只有基隆的朋友 歡迎外縣市的朋友 全國朋友 都趕快來這邊 然後來看看我們基隆的 青創的朋友的一些創意 然後我當然也是希望說 可以變成一個常態性的市集 讓我們的基隆年輕人 都有透過這個市集 然後跟 不管跟國際的郵輪 遊客來接軌 也跟其他外縣市的遊客來接軌 我覺得這個場地 其實還蠻不錯 然後遊客蠻多 而且在這個地區啊 應該說在這個區域裡面 你看 一個空中的花園 然後又可以看到 整個那個基隆市 基隆港的那個景觀 那其實我相信 他到晚上那個燈火又開的時候 其實又更漂亮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市集 要從下午1點開始 到晚上8點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不錯的時間點 像是基隆在地青年 宋芝帆 親手打造日常手工鞋 讓平凡鞋子 更有人的溫度 剛好下面有新開的那個 收視點 所以人潮還蠻多的 但是如果 之後不知道是會不會有人 但是如果 這邊如果有固定 固定如果每個月一次 還是多久一次的 市集活動 然後讓大家知道 這上面有活動 然後有不同的主題啊 然後讓我們來參加 然後促進基隆的 這些活動的區域 那可能會讓這個地方 活絡起來 然後這裡的海景 都蠻漂亮的 而會做飾品服飾 曾在全台走透透 空間改造師王思如 回到基隆投入的地方創生 利用布料的特性 結合海洋元素 給予服飾新的生命 手工我們這手工藍藍的 植物藍服裝 然後另外我們基隆 其實有非常不錯的那個 手工皮鞋 另外還有手工的文創的那個 就是海費的飾品 我們這些其實可以做串接 然後希望 我們自己其實非常希望 在那個 舊魚會大樓 現在已經非常漂亮了 可以用一個山海文創的 一個專櫃區 空中花園首次舉辦文創四集 業者都是產發出培育的優秀 新創業者 這兩天市集吸引了不少人潮 其實我們這邊扣比較多 真的是海洋的元素 所以其實剛剛看到一個皮件 他其實也把一些像鎖管 然後把一些海洋的 這個像金魚海洋的元素 去扣在裡面 那其實有很多 我剛剛看到 其實有 因為我們這邊咖啡館也很多 小咖啡廳也很多 所以剛剛有一個 我剛剛喝的飲料也蠻驚艷的 其實喝起來真的口感很特別 我希望我們可以跟其他縣市的這些創生 一起來合作 然後呢 未來希望有一些預算 然後可以幫他們上一些課 尤其像跨境電商的部分 或是行銷 或是包裝的部分 我們會藉由外縣市的力量 或是一些專家 來幫我們這些青創的好朋友們 一起來上課 讓他們有更多的行銷管道 然後讓他們有更多不一樣的思維 來開發他們的產品 好 那我們結合了基隆當地的一些青年人 他可能是一些美食 一些文創 一些禮品 還有一些音樂性的活動 未來我們也會陸陸續續舉辦一些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相關性的活動 我們希望讓大家看到 基隆美好的地方在哪裡 因為他這整個平台非常的漂亮 你可以看到他剛好靠海 那當我今天郵輪進港的時候 郵輪其實就是在你的旁邊而已喔 他非常的近 所以你會非常的shock 哇 原來郵輪就在你的面前 這個感覺非常的好 那當今天沒有郵輪的時候 你看過去的是整個海港 那整個海水都是藍色的 白雲 藍天 海港 再加上徐徐的風吹來 這個感覺非常的舒服 那我們整個花園 又有很多綠色的花圃 所以等於說你散步在上面 其實就像散步在公園以及海邊 所以呢 其實整個基隆市 我們相信未來 基隆市民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休息的地方 這個地方還是一個 剛新興開放的一個地方 那這一次來參加這個市集 感覺上還蠻不錯的 那也希望這個地方未來可以 變成一個常態性 每週或是每個月 有類似這樣的市集 讓民眾可以容約的參加 我覺得這樣才是那個文創 我們基隆的文創 文化就是要極高 極深 也就是極少我們做的文化 這環境很好啊 就是大家都喜歡的 這邊吹吹海風啊 然後看看這些文創啊 不錯啊 除了持續協助更多清創 投入市場 市政府未來將結合電商 讓更多外縣市民眾 認識基隆文創產品的軟實力 記者 黃少鳴基隆報導 我們都知道